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工作和官方事务 而且必须持有雇主发出的通行证 其他民众没有重要事项的话就不能跨线 私家车也只允许三个人供车 疫情红须和黄须的幼稚园及托儿所 在遵守标准罪程序下获准营运 尽管市场上酝酿海运价格暴涨 不过本地一家霸几市场的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只听闻海运费会涨价 但是还没接获中国方面的正式通知 富丽华霸几百货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林登喜今天受访时说 来自中国的各种年货价格并没有上涨 只是在船费方面或许会有所调整 他说一些应付明年春节的年货早已经下单 以及陆陆续续透过海运运底 即便起价也是一点点不会太多 不过他强调 暂时还没有接获来自中方的海运费用上调的通知 但是市场已经对海运在未来几个月暴涨的问题表示关注 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截至今天海运还没有起价 林登喜说年关将近 加上之前关病的冲击 年货略有调整也是正常的市场反应 上个月尾林登喜接受施华日报访问时表示 不管关病是否消失 该霸几市场迎进的年货跟往年的数量是相同的 他表示不管关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新年还是要过 应付春节的年货必须充足 尤其是本地的年货都是博来品 大多数是从中国进口 如果不掌握时机引进充足的货源 一旦市场面临缺货 已经来不及进口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塞夫丁阿杜拉表示 对抗议机构的新人赤字 是推行有效通讯方案的挑战之一 因为这将导致一小部分的民众 不遵守标准罪程序以及政府的指示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塞夫丁阿杜拉对马辛社表示 根据分析一些民众有信任赤字的问题 比如质疑国家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和卫生部的疫情数据 同时抱持挖苦嘲讽以及愤怒的态度并牵扯到政治 他表示这项分析是由各个单位提出 包括媒体情报、人民情绪、通讯部、学者观察以及专家 包括专业辅导师和心理学家的看法 他补充分析也发现 有一部分民众还是不能理解 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和新冠病毒共存的事实 不过塞夫丁说 截至目前政府传达疫情资讯所采取的通讯方案 有明显的成效 这可从人民对新冠疫情有高度认知和理解 以及遵守标准罪程序和国家安全理事会 及卫生部所发出的指示得到证明 不过他说 这方面的通讯方案必须再加倍 确保人民对新冠疫情有更高的认知和理解 塞夫丁指出 对于看不见和已经在社区传染的病毒 就算只是很低比率不遵守SOP和指示的情况 都必须被视为大问题 此外 基于一些因素 尤其是政治和绝大部分由沙巴州选举所造成的影响 现在出现新任赤字的问题 还需谨慎应对 在国内几个周数落实有条件型顿馆之令之际 马来西亚旅游总会对绿色旅游泡泡计划能否振兴旅游提出质疑 马来西亚旅游总会主席陈国良指出 国内大部分的游客都是来自吉隆坡和雪兰儿 这将直接影响绿色旅游泡泡的计划 他向新海峡时报说 由于本地人对这些旅游景点或产品太熟悉 所以在刺激旅游方面作用不大 早前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利宣布 四个周数登加楼击打马六甲和洛佛的疫情有下降的趋势 因此国安会同意21号期解除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恢复复苏性管令 为了刺激国内的旅游业政府一决推出绿色旅游泡泡计划以让没有颁布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周数自由活动包括可到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周数的绿区 换句话说绿区到绿区之间不需要跟警方申请可以去旅游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旅游绿色泡泡计划在本月22号起就生效 另外马来西亚酒店业协会首席执行长叶利诚则提到 对政府一决推出绿色旅游泡泡计划深表欢迎 他认为政府需要理清绿色旅游泡泡计划的作业程序 他披露业者希望能够为旅客提供更多特别和优惠的配套 目前酒店入住率是低于20% 尽管绿色旅游泡泡计划无法弥补新冠肺炎带来的损失 可是至少可以协助支付员工的薪金减少损失 另一方面大马入境旅游理事会主席又在底 希望政府能够向旅游业提供援助 他认为在等待2021年财政预算案拨款的21令吉来整新旅游业之际 政府应该通过复苏旅游业计划提供拨款 他说在新冠肺炎来袭之际 旅游业在今年的首六个月已经面对450亿令吉的亏损 欢迎回来 一架轻型飞机因为燃油耗尽 被迫紧急降落在南北大道 幸好机上两名来自新加坡的飞机师都安然无恙 也没有造成任何公共设施的损坏 这场事故在今天早上11点15分 发生在南北大道往南47.8公里处 这架N5045B型号飞机在今天早上10点50分 从新加坡十里达机场起飞 准备飞往马六甲 当飞行至新邦领金上空5000尺高处时 41岁的副机师赛列胡拉听到飞机一台引擎发出声响 并发现燃油已经耗尽 52岁的机师杨宽英就尝试切换到另一个燃油库 但发现引擎已经无法操作 两名机师发现机上的油压正在急速下降 因此决定紧急迫降 最终在南北大道往南47.8公里处安全着陆 古来警区主任卓明耀也在文告中证实此事 当局是在上午11点15分接获投报 指一辆轻型飞机因为引擎损坏 在高速公路上紧急降落 轻型飞机并非坠毁 当局将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一家16口因为感染冠病 确诊者还包括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 确诊的马来女子昨天获准出院 她在脸书感慨贴文 讲述自己和家人抗议的经历 提醒民众 如果身边有人确诊 应该给予他们情绪上的支持和鼓励 脸书账号名字为米拉基姐的女子 悲痛发文坦承她们一家16口确诊冠病 被鉴定为巴东感染群 确诊者包括其一名才四个月大的侄子 而62岁的母亲更不幸在与病谋 搏斗期间离世 当时在槟城爆发的巴东感染群 女子的母亲被指示此感染群的0号患者 之后她们一家开始接受检测 署名家人陆续确诊 女子的母亲在11月8号离世 当时全家人还在医院救治 即使检测结果成阴性的家人也需要隔离 无法外出 只能委派代表处理伤势 女子在脸书发文 除了希望民众对于患者给予更多的正能量 也呼吁民众务必严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不要让自己攘愈 因为这个病毒会让身体遭受难以言喻的痛 冠状病毒的感染症状一般上都是咳嗽 发烧 喉咙痛和呼吸困难等 但是如果发现身体器官也出现异常情况时 那就要加以小心了 那也很可能是冠状病毒的一种症状 一名来自土耳其的男子因为胆胆痛 疼痛和肿胀 后来发现原来是冠病所致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这名土耳其男子因为淡淡疼痛和肿胀 而到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发现男子左侧的经锁出现被人压住的疼痛感 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疼痛的原因 皮肤没有发炎 男子也没有咳嗽和发烧 也没有性病 尿道感染 睾丸炎等常见的症状 后来在医生的询问下 发现该名男子曾经和确诊患者接触过 于是帮男子进行冠病检测 没想到男子感染了冠病病毒 而睾丸疼痛的原因竟然是冠病所致 医生表示 冠病虽然主要是感染呼吸道器官 但是他也会感染其他器官 而男子的睾丸疼痛就是第一个临床案例 目前男子经过两天的治疗后 睾丸疼痛已经获得缓解 有研究人员解释 男子会搞完疼痛的原因 推测是因为冠病附在精子所导致 但是由于是第一起案例 目前还无法确定如果精虫遭到冠病感染 是否会通过今夜传播 局20领导人第15次峰会 星期六开始一连两天举行四项会议 并由轮值主席国沙地阿拉伯主办 各国领袖都认为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加强协调及合作 应对冠病疫情 以及确保各国获得疫苗 上位东道主的沙地国王沙勒曼 在开场发言中表示 各国都必须创造条件 让所有人都能负担 而且合理地得到疫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言时强调 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 将会履行承诺 帮助及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 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 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习近平又提出 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 以国际通行二维码为形式的 健康码国际忽人机制 希望更多国家参与 正在自我隔离的英国首相 约翰逊则呼吁各国遵守承诺 确保全球可公平地取得疫苗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关注疫情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的贫富悬殊 强调要确保各国都能取得疫苗 避免只有富裕国家的民众能够受疫苗保护 过正常生活 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只有合作才能克服这个全球挑战 出行各国支持 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进行的研发及公平分配疫苗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支持G20的决定 称已经准备好向有需要的国家供应由俄罗斯研制的疫苗 并透露俄罗斯正准备推出第二及第三款疫苗 可是以他国领导人有别 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提及 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COVAX全球疫苗计划 或获取冠病病毒工具加速计划 而是强调其神术行动 特朗普重申美国优先政策 那就是美国人接种冠病疫苗后才向其他国家提供 新闻来到尾声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